哈喽大家好,我是不刷嘴皮子,只说好电影的惊悚哥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部评分高达8.8的美国惊悚篇 漆黑的雨夜,汽车旅馆里的房客接连遭遇不幸 并且每次都会出现一个诡异的钥匙牌 他们到底是遭遇了超自然力量 还是有一个异常狡猾的幕后黑手操纵着一切 真相大白时,为何会让人惊叹不已,又让人心生怜悯 影片开始,郊外的一家汽车旅馆中 一名销售的男子正在一边喝酒一边看电视 看样子,他似乎是这个旅店的老板 这时,旅馆大门被撞开,他吓了一跳,下意识要躲 却发现是一个惊慌失措的中年男子 男子抱着一个浑身失捷的女人,表示出了严重车祸 大声地请求帮助 这个戴眼镜的中年男子是女人的丈夫 他本来带着妻儿准备去度假 可惜天空不作美,忽然下起了暴雨 听着外面惊雷震震,刚拿到驾照的他有些紧张 这时忽然一声爆响,车子左前轮胎爆了 眼镜男极力保持镇定,将车子缓缓停靠在了路边 下车检查后发现,扎爆轮胎的居然是一只高跟鞋 这只高跟鞋是从哪里来的呢 原来,在刚刚开始下雨的时候 妻女阿红成功骗了一个老男人的钱 得意洋洋地开着跑车扬场而去 上了高速后,他想抽支烟 便回身去翻手提包中的打火机 这时风雨更紧了一些 他后座的手提包被掀开 他工作用的情绪内衣和高跟鞋被吹了出去 散落在高速公路上 眼镜男的车子就是压到了这只高跟鞋爆胎了 眼镜男拿出备胎准备换伤 他的妻子体贴地在一边给他撑伞 坐在车里的小男孩四周望了一下 似乎发现了什么 用小手敲了敲玻璃叫妈妈 妻子注意到后便过去 也将手放在了玻璃上 接着,碰巧一辆飞驰而来的车就将他撞飞了 撞人的车是一位过气女星的 开车的司机便是本片的男主角 他曾经是一位警察 后来因为一些原因辞职 给女明星做了保镖兼助理司机 刚刚女明星正和经纪人 讲电话讲到一半 手机却没电了 她便大声命令正在开车的司机 去找不用电池 此时暴雨倾盆 公路上可是距离仅仅有几十米左右 司机一边注意前方情况 一边手忙脚乱地找不用电池 在她看到前方有人的时候 已经来不及刹车了 撞了人后 女明星定了定神 命令司机赶紧开车逃走 但破具正义感的司机没有理会她 接着下车 敞开眼镜男妻子的伤势 发现情况不妙 便要回车拿手机打电话呼叫急救 女明星气愤地拒绝了她 锁上了车门 司机再也没废话 直接砸碎了车窗 一把将她的电话抢了过来 却发现没有任何信号 为什么会没有信号呢 是因为前面的记忆女阿红发现 东边都是积水 无法开过去 准备倒车回去 却一不小心撞到了通讯基站 司机看了看 已经昏迷的眼镜男妻子 决定现在一行人 到前面不远的汽车旅馆求助 几个人到了汽车旅馆 眼镜男连忙抱着妻子 撞门进去 吓了那个 看起来像是老板的男子一跳 老板听到事情经过后 遗憾地表示 外面雨太大了 我这里电话也打不通 不过东边有一座医院 可以去求助 后面抱着小男孩进来的司机听了后 决定立刻开车过去 他还把在喋喋不休抱怨着的女明星 强行从车子里揪出来 开车向东边驶去 碰巧遇到了撞到基站 车子进水来的妓女阿红 司机便顺便搭上了他 阿红上车后告诉司机 不要再向前开了 前面都是积水 无法过去 司机却依然决定试一试 毕竟就有人要紧 然而前方积水又涨了很多 已经到了大腿部位 司机的车也进水熄火了 这时后面来了一辆车 开车的是一对新婚夫妻 小金和小兰 司机表示前面过不去了 想搭车回去 小金本来不同意 但看到基女阿红的时候 起了色心 就让他们上来了 司机搭小情侣的车回到了旅店 此时暴力连连又没有通讯 吉人只好在这一间 汽车旅馆中暂时住下 老板热情地给他们登了计 但唯独对妓女阿红态度粗暴 表示这一例不欢迎妓女 自己也不想跟贱货聊天 虽然嘴上这么说 但妓女阿红付钱后 老板还是给他安排了一间客房 几年登记好后 都回到了各自房间 司机过来查看眼睛男妻子的伤势 此时他已经昏迷 伤口还在大出血 司机决定 自己用针线先把伤口缝上 然而正当他在吧台找针线的时候 一辆警车驶来 一名高大健壮的男子下车 向老板自我介绍表示 自己是一名警察 在押送犯人 想在这里住一晚 司机连忙过去 希望借用他的无线电呼救 警察深深地看了他一眼 然后回警车 拿起无线电呼叫了几声 无奈地探索表示 自己的无线电也没有信号 司机只好向老板要针线离开 去给眼睛男妻子缝合伤口 司机给眼睛男妻子缝合了伤口止血后 看了看趴在窗前的小男孩 有些担忧地问眼睛男 车祸之后 这个孩子一直没有说话 他会不会受了什么刺激 眼睛男妻摇头表示 自己是男孩的继父 这个小男孩 自从亲生父亲离开后 就一直沉默寡言 此时的小男孩 正若有所思地 望着外面警车中的警察和犯人 警察在旅馆吧台登记完后 回到了车上 告诉犯人 要在这里暂住一晚 犯人意味深长地对警察说 你要完蛋了警官 警察回头狠狠地骂了他一句 闭嘴 然后将他押进了旅馆 犯人晃晃悠悠地走进房间 时不时神经质的呲牙 似乎精神方面有些问题 警察将犯人锁到卫生间管子上后 来到一楼的自动贩卖机 遇到了正在买东西的妓女阿红 立刻被他饱满的胸部吸引了 目不转睛地盯着看 轻跳地表示 想要和他深入探讨人生 阿红尴尬地笑了笑 打了个哈哈就离开了 他回到房间锁好门 拿出骗老男人得来的钱 小心翼翼地藏在了壁橱里 他隔壁的房间 是新婚夫妻小金和小兰的 奇怪的是 二人居然分闯而睡 小兰似乎有一些害怕 外面震震惊雷 叫了小金几声 小金听到了 却装作已经入睡 没有理会 小金和小兰的隔壁 是眼镜男一家三口的房间 司机见眼镜男妻子的伤势 没有继续恶化 便回到了自己房中 忽然他有一些惊心恍惚 便拿出一把神秘药片 扶了下去 而这座旅店的老板 不能让人发现的秘密 此时 眼镜男一家三口 旅馆老板 司机 女明星 妓女阿红 小情侣二人 还有警察 和那个有些神经质的犯人 一共11个人 在这个暴雨之夜 聚集在了这个破旧的旅馆中 这11个人中 除了眼镜男一家三口 似乎都各自藏着不同的秘密 此时 背靠在卫生间管道上的犯人 正在努力地挣脱手铐和脚镣 外面的警察 好像没有任何察觉 独自穿上西服外套 挡住背部衬衫上的血痕 离开了房间 一场血腥的好戏 就要开场了 过期女明星十分不满 今晚就住在了 这样肮脏破旧的旅馆内 她还有重要的事情 要和经纪人沟通 正在自言自语抱怨的时候 旅馆的座机响了一声 她立刻惊喜地 过去拿起来 发现断断续续 只有一格信号 无奈只好顶着一块塑料布 拿到外面空旷的地方 寻找信号 当她寻着信号 走到旅馆后院的时候 忽然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 似乎有人就在她身边 她小心翼地转身看去 就在这时 突然一个人影扑了过来 她撕心裂飞的惨叫声 被阵阵惊雷淹没 另外 吃了药正在安睡的司机 忽然感觉到了什么 猛地一下睁开双眼 她穿上衣服 走到了外面 发现塑料布挂钩 散落了一路 她寻着散落的挂钩走过去 发现旅馆后门 自动贩卖机房的几台洗衣机 居然正在诡异地整齐运作着 洗衣机发出沉闷的机械轰鸣声 在这个暴雨之夜 显得是格外慎人 司机缓缓走过去 小心翼翼将几台洗衣机 依次停下打开 在最后一个洗衣机中 发现了女明星沾满血的衣物 她将衣物掀开 赫然看到了一颗人头 已经被炮的 有些发白 正是女明星的 曾经身为警察的司机 早就见惯了这种恐怖场面 并没有惊慌 转身叫了旅店老板和警察过来查看 旅店老板和警察吓了一跳 警察壮了壮胆子 要去抓女明星衣物下的一个东西 司机连忙拦住了她 表示不能用手 直接触碰这种关键证物 给了她一张纸巾 警察用那个纸巾 将那个东西拿了起来 是一把房间的钥匙 上面挂着房间号 10 司机疑惑地问 女明星住在10号房吗 警察说 我和我带的犯人住在10号房 司机想到她那个神经质犯人 立刻大惊失色 带着警察和旅馆老板赶到10号房间 发现犯人早就挣脱手铐逃走了 画面转过 时间先回到几个小时之前 一位心理医生正在研究一位 人格分裂患者的病例资料 这位患者叫麦肯 童年时常年被母亲虐待 身为妓女的妈妈 忙着工作的时候 还会把她独自扔在汽车旅馆 不幸的成长经历 使她内心扭曲 分裂出来10个人格 其中一个暴力的人格 在4年前的5月15日 她生日的那天 犯下了多重谋杀案 最终她被逮捕 虽然律师极力 以精神障碍为由进行辩护 但依然被认为证据不足 最终被判处死刑 明天就要执行 不过 在今天这个雷鸣雨夜 她的医生和律师 发现了一个新证据 犯人麦肯的日记本 便立刻紧急叫起了法官 要求重启听证会 还要求犯人麦肯 也亲自到场 法官虽然急不情愿 但还是通知警察 将犯人麦肯押送过来 然后穿戴整齐 先见了律师和医生 还有检察官 不过他们等了很久 押送犯人的警察还没过来 医生便开口 向法官提议 麦肯有多重人格 犯下多重谋杀罪的 是其中的一个危险人格 其他人格都不知情 我可以通过催眠和药物治疗 让他的正义人格 消灭危险人格 虽然法官觉得不可置信 但他翻看麦肯的日记本 是发现 上面的笔记各式各样 行为风格也各不相同 显然不是出自一个人之手 一犯思量之后 同意了医生这个提议 等待犯人麦肯被押送到来 就要医生开始治疗 时间先回到现在 女明星致死 和那个神经质犯人的逃脱 让旅馆中所有人都惶恐不安 警察和司机 先简单安抚了众人后 便出去寻找犯人 司机问警察 那个犯人犯了什么罪 警察回答说 多重谋杀 司机心中一凉 明白了这个暴雨之夜 必定凶险万分 两人便分头持枪搜查 这个犯人虽然挣脱了手铐 但脚料还带着 跑不远的 其他人聚集到了旅馆一楼 个个坠坠不安 而旅馆老板 则趁着众人不注意 偷偷前进了女明星的房间 开始在他的行李袋中翻找 难道这是一家黑点 这个老板要谋财害命 与此同时的另一边 司机来到旅馆的一间小屋 发现了几本黄色杂志 杂志上性感的女郎 都被剪了双目 扣向面揉 他想起入住旅馆时 老板对季女阿红 格外厌弃的态度 心中不由泛起了嘀咕 接着 偷在里面的桌子上 发现了几把尖刀 其中有一把 只剩了空空的刀鞘 画面再次回到旅馆一楼 新婚夫妻中的小金 在向妓女阿红搭话 她的女朋友小兰 却在神神叨叨地念叨着 这个地方有鬼 不能多待 她越念叨 声音越大 接着像风里一样 跑回自己的房间躲了起来 小金连忙跟了回去 虽然她画画肠子不少 但小兰已经怀了她的孩子 怕有照过她的责任 然而回到房间 小兰却告诉她 其实自己并没有怀孕 她是为了留住花心的小金 才骗了她 得知真相的小金 很是愤怒 一脚踢坏了台灯 小兰吓得 躲进了卫生间锁上了门 痛哭起来 小金暴躁地 砸着卫生间的门 叫骂着 让她开门出来好好聊聊 小兰则拼命地抵着门 不理她 忽然 门外的小金叫骂声停止了 小兰觉得有些奇怪 趴在门上 而停停外面的动静 这时 小金又狂躁地 拍门大声叫喊 快开门 给我开门 小兰吓得 蹲坐在马桶上 大声哭着喊 你能不能冷静一下 又过了一会儿 门外再次没了声音 小兰缓了缓情绪 小心翼翼地打开门 却发现了遍地的血迹 不禁倒吸一口凉气 这时 墙上映出一个迟到的人影 小兰连忙关上门 打开窗户 跳了出去 正巧遇到了 搜寻犯人的警察 警察将小兰直到一边 和司机还有旅馆老板 闯进他们的房间 发现了已经弃绝的小金 见到又有人离奇被杀 几人不禁倒吸一口凉气 意识到 务必要尽快抓到 那个变态的犯人 画面转过 犯人正带着脚料 狂奔在雨夜之中 他跑了好久 终于看到前面 似乎有些许灯火 脸忙又加快几步 翻进了一个昏暗的餐厅 准备先休息一晚 然而他在四处张望后 发现了一件 诡异万分的事情 这个餐厅 就是汽车旅馆的餐厅 这说明 他跑了这么久 居然又回到旅馆 正当他觉得疑惑的时候 警察和司机闯了进来 抓住了他 见犯人被抓了回来 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 司机将犯人 无花大绑 绑在餐厅的凳子上 接着让警察 去试试无线电 是否还好使 然后转身就要离开 旅店老板一个人 留在这里看守犯人 老板有些慌张 又叫住了司机 司机告诉他 没事的 你手里有棒子 他又绑那么严实 不会有问题的 说完就决然地离开了 旅馆老板面容忧色 紧张地 望了往餐厅中的冰箱 老板转身回到餐厅 想把冰箱锁上 但又找不到锁链 犯人看着他慌乱的模样 神经直地笑了起来 然后意味深长地 对老板说 冰箱里有什么呢 你藏什么呢 老板立刻神色紧张地警告说 你给我闭嘴 犯人却依然悠悠地笑着说 放心吧 我不会告诉别人 因为我也有一个大秘密 司机则是去拿相机了 为了防止有证据被破坏 他要将案发现场拍照保存好 等待警察到来 另外一边 怕自己骗来的钱 被盗的妓女阿红 也会来将钱揣到了身上 碰巧遇到了司机 两人就聊了起来 司机一边拍照 一边向阿红讲了 他做警察的时候 那时候 他因为一个细小的失误 没能挽救一位 企图自尽的女孩 这样他内疚不已 从那以后 他就经常头疼 精神恍惚 有时候 还大段时间失去意识 说到这儿 他忽然发现 已经丧命的小金手里 攥着一个东西 他拿了出来 是一把门钥匙 上面挂着的房间号是9 小金和小兰 这对情侣的房间号是6 那么这9号钥匙 必定是凶手留下的 可是犯人 是住在10号房间的 怎么会有9号房的钥匙 难道真凶另有其人 而从女明星衣物里 找到的10号钥匙 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司机连忙去餐厅 找旅馆老板 却发现 老板没有老老实实地看着犯人 而是去了旅馆一楼办公室 他有些慌乱的解释说 只是过去拿一些东西 这时 进去查看犯人的警察 忽然破口大骂 愤怒地一把抓住了老板 司机有些奇怪 也进去看了看 却赫然发现 犯人已经死了 旅馆老板的棒球棒 活生生 从五花大榜的犯人口中 插进去三分之二 但是 老板看到犯人死了 也是大惊失色 一脸无辜的辩解表示 不是自己做的 司机定了定神 拦住暴怒的警察 让旅馆老板好好说一说 这是怎么一回事 正在旅馆老板 磕磕巴巴解释时 警察在犯人脚下 发现了一把 八号房的门钥匙 他立刻严厉地 质问老板 是不是他的 老板连忙打开 随身带着的铁盒 要拿出自己的钥匙 自证清白 却不小心 将铁盒掉在地上 一个女士钱包 散落了出来 司机一眼就认出 这个钱包是女明星的 老板更加慌张了 他一边后退 一边解释说 我只是见财奇 在女明星死后 去他房间里偷的 我没有杀人 真的不是我杀的 说着 他注意到了 刚进来的妓女阿红 顺势一把拉过她 掏出一把匕首 架在了她脖子上 怒吼着 你们别想嫁祸给我 如果你们敢过来 我就弄死这个婊子 我讨厌妓女 妓女阿红十分痛恨 别人提起自己的职业 往后狠狠一撞 旅馆老板脚下一滑 带着阿红 一起栽倒在冰箱里 倒地的阿红 翻身抬手 慌乱中 想要拉着冰柜 把手站起来 却不想 冰柜的门被扯开了 一个已经冻成冰柜的胖子 栽了出来 又将它砸倒 这诡异的冰尸 吓了所有人一跳 警察和司机 连忙将这个 冻成冰柜的胖子抬开 可再一回头 旅馆老板趁乱逃走了 旅馆老板趁乱跑出旅馆后 准备开卡车逃走 司机和警察 连忙跑出去阻拦 却不想狗急跳墙的老板 由门踩到了底 车速过快 他们只好迫不得已让开 刚刚赶过来的 眼镜男看到混乱一片 随口问妓女阿红 到底发生了什么 还没等到回答 他却发现 自己的妓子 正呆呆地站在路中间 似乎完全没注意 身后旅馆老板 飞驰过来的卡车 眼镜男连忙飞奔扑了过去 要拉开妓子 而在旅馆老板的卡车 要撞上小男孩的伊莎娜 小男孩轻飘飘地 闪身躲过了 过来救他的眼镜男 却直直地被卡车撞飞 顶在墙上化为肉泥 这一幕惨剧震惊到了所有人 妓女阿红和小兰 拉过了小男孩 蒙住她的眼睛 不忍心让她再看到这一幕 警察和司机把旅馆老板 从车中揪出来 绑在凳子上 质问她到底怎么一回事 旅馆老板连忙大声解释了一番 原来她上个月赌输了 身上分文没有 一路漫无目的地开车闲逛 到了这个旅馆 在本宫室中 发现突发疾病身亡的旅馆老板 正当地不知道如何是好时 她就收钱给了客人间房屋 然后把暴毙的旅馆老板抬到了冰箱里 想在这里当几天老板 收一些钱就走 可没想到本来清冷的破旧旅馆 突然客人络绎不绝越来越多 她就一直待在这里冒充老板 真正老板的家人也一直没有来找 警察根本不信她的话 直接暴躁地打断她 叫马道 就是你杀人的 就是你杀人的 别狡辩了 你按照198房间号倒数的顺序杀人的 而司机却认为 现在下定论为时过早 如果凶手是这个假的旅店老板的话 有些地方理不清 妓女阿红也赞同司机的观点 认为假老板只是有些嫌疑 警察对外人的看法十分不理解 激动地冲所有人发了一通脾气后 转去了另一边 此刻房间里的气氛有些尴尬 众人都一言不发 司机咬着牙签琢磨着什么 妓女阿红来到窗前点上一根烟 小兰躺在床上哄着小男孩 警察拿着枪坐在门口 似乎在盘算着什么 虽然现在有最大嫌疑的假老板已经被抓住 但他们心中不约而同的 都有一种强烈的不安 这个暴雨之夜的诡异事件 想必还没有结束 这时小男孩翻身下床 跑去了卧室 应该是去上卫生间 小兰坐了起来 看了一圈众人 站起身说 今夜发生的事情都太诡异了 我们被暴雨困在这里 只是巧合嘛 说不定我们身上还有什么共同点 妓女阿红顺着她的话 问起了众人的出生地 发现她和假老板 还有司机的老家是一个地方的 这时小男孩回来了 小手紧紧拉着小兰 妓女阿红介绍说 自己这一趟就是要回老家的 她已经攒够了钱 准备回老家买一座果成员 就此退休 每天出草松土 过上悠闲的田园生活 司机眼睛闪烁一下 似乎想到了什么 然而另一边 不关心他们谈话内容的警察 却发现卧室中 眼睛男妻子有些异常 过去查看才发现 她已经弃绝了 司机看着 停止生命迹象的眼睛男妻子 有些内疚 轻轻扶上了她的眼睛 这时警察在地上 发现了一个6号房间的钥匙 司机大惊失色 眼睛男妻子是意外死亡的 怎么会有着 夺命的钥匙牌出现呢 一旁的妓女阿红 看了看钥匙牌 疑惑地问 10号 9号 8号 6号 中间缺少的7号呢 司机和警察 被卡车撞成烂泥的眼睛男看去 几人将车挪开 果然被撞成烂泥的眼睛男身上 发现了7号钥匙牌 这钥匙牌显然不是 被一直绑着的假老板放的 这样一来 假老板的嫌疑就洗清了 但是事情却越发诡异起来 所有人都亲眼目睹 眼睛男被撞 只是一个意外时间 没有人能预料得到 根本不可能有这夺命钥匙牌出现 除非暗中操作这一切的 不是常人 小兰喘喘微微地开口说 这一片原来是美国人 屠杀印第安人的地方 会不会是鬼魂复仇 妓女阿红惊恐地表示 现在必须离开这个汽车旅馆 再留在这里 大家都凶多吉少 司机想了想 拉过阿红和小兰 让两人带着小男孩先开车跑 有多远跑多远 小兰便带着小男孩 跑去启动车子 警察立刻激动地 要追过去阻止他们 却被司机拦住了 正当二人争辩的时候 一声爆炸传来 小兰的车子掀起了滔天烈焰 将她和小男孩吞没 仅仅手忙脚乱地将火扑灭 却惊恐地发现 车子里根本没有小男孩和小兰的遗体 连骨灰都没有 众人回头再一看 装上肉泥的眼睛男也不见了 他们又连忙去其他案发现场查看 犯人 黄毛 女星的头 都忽然消失得无影无踪 连血迹都没有 就像是从来都没有发生过 这惨烈的一切 暴雨之夜 惊雷阵阵 这所有的事情都诡异万分 完全不能用正常的科学来解释 所有人都不由得被冒冷汗 接着 几个人争吵中 他们又发现了更加离奇的事情 他们的生日似乎都是同一天 司机连忙来到旅馆办公室 拿出这页所有人的登记资料 才赫然发现 全部11个人的生日真的都是同一天 看来是由一股神秘力量 驱使他们来到这个旅馆 难道真的是印第安的复仇吗 或者说在黑暗中 还潜伏着一个异常狡猾的人 策划了这一切 这时 一道霹雳惊雷将旅馆房顶击穿 整个房子电路损坏 瞬间陷入一片昏暗 在电闪雷鸣中 司机的头剧烈地疼了起来 他不住地揉着头 脑海中似乎有一个声音在呼唤他 他极力回避 却不由自主地被这个声音吸引 忽然一瞬间 他发现自己在一个听证会上 正是那个多重人格杀人犯 麦肯的听证会 法官 律师 检察官 医生 都一种奇怪的目光盯着他看 他疑惑地问众人 我为什么在这里 我不是应该在旅馆中吗 我们被暴风雨困在旅馆中 一个又一个人离其死去 我怎么突然来这里了 医生意愿深长地看着他 给他看了一个胖子的照片 正是那个犯下多重谋杀罪的人格分裂患者 麦肯 医生告诉司机你就是麦肯 司机轻蔑一笑 认为他在开玩笑 然而 医生递给了他一块镜子 司机清晰地从镜子中 看到了一张不属于自己的脸 他一把将镜子扔开 激动地质问所有人 我的脸呢 我的脸哪儿去了 接着 他无意间看到玻璃窗上自己的倒影 发现自己的的确确就是那个麦肯 医生紧紧地盯着他的眼睛 告诉了他一个令他大吃一惊的事实 原来 现实世界中根本没有旅馆发生的一切 旅馆中的所有人 包括司机 都是麦肯分裂出来的人格 今晚 医生就是要证明给法官看 可以通过药物治疗和催眠引导 让麦肯体内的正义人格 譬如司机 消灭掉邪恶的人格 那个旅馆中的真雄 旅馆中的所有人的相遇 还有无休无止的暴雨 都是在医生催眠引导 和药物干预下产生的 所以那个逃犯 无论怎么逃 最终还是回到了旅馆 但这里其实不能说一切都是假的 这些所有的人格 又都是结结实实存在的 他们都曾以麦肯的身体 在这个世界上生活过 比如司机向妓女阿红讲述的 他经常会失去意识 就是因为其他人格上限 将他顶了下去 听完这一切后 司机情绪缓和了下来 就像梦中人被点醒了一样 医生接着告诉司机 在你体内 也就是旅馆中 有一个极度危险的人格 他犯下了多重谋杀 残忍地剥夺了六个人的生命 你现在就是要找到他 然后了结他 这样法官就不会除麦肯死刑了 司机精神又开始恍惚起来 再一定神 他又回到了那个 暴雨夜的旅馆 他看着正在抢修电路的 妓女阿红 警察还有贾老板 明白了 医生所说的危险人格 这个暴雨夜的真凶 就在这三个人中 自己找到那个人干掉他 就可以结束一切了 但那个人会是谁呢 另一边 正在抢修电路的贾老板 找到了备影店员 让警察和妓女阿红 去找手电 妓女阿红就到警车中翻找 却赫然发现在 副驾驶的文件夹中 发现了两份犯人档案 一份是已经死了的那个 神经质犯人的 另一份上的照片 正是那个警察 原来 这个警察是以犯人假扮的 和神经质犯人一样 都是重刑犯 他在押送的过程中 了结了押送他们的警察 然后穿上警察的衣服 这便是他 衬衫后背上大面积血迹的原因 也是神经质犯人 对贾老板所炫耀的大秘密 假警察 已经将死了的警察 扔进后备箱 准备带着犯人逃之夭夭 却不想被暴雨 困在了这个旅馆中 继续阿红联想到 每次都是警察发现的 钥匙排腾重重迹象 明白了今夜的一连串案件 都是假警察所为 想到这儿 他联盟去找司机和假老板 却不想在旅馆一楼 遇到了这个假警察 假警察已经意识到 阿红察觉了他的身份 准备灭口 这时假老板赶到了 用灭火器砸到假警察 救下了阿红 正当两人放松警惕 准备开车带着司机 一起逃走的时候 地上的假警察缓了缓 两枪了结了假老板 阿红吓了一跳 立刻跑了出去 假警察也站起来 继续去追阿红 阿红慌不择路 跑进了一个昏暗的小房间 一转身撞上了司机 已经明白了一切的司机 不急不慌 温柔的安慰说 没事 不要慌 留在这里一切都会好的 然后拿出枪大步迈出 这时假警察也追到了这里 把枪对准了司机 一番混战后 两人同归于尽 阿红跑了出来 不在司机身上痛哭着 要开车 拉他去医院抢救 然而司机却拒绝了他 他用尽全身力气 温柔地对阿红说 我已经看到你在柳橙果眼中 幸福生活的样子 然后便没了声息 与此同时 现实世界中的听证会上 麦肯落下了泪水 现在司机和假警察都死了 诛到他身体的人格 便是阿红了 这一夜 法官在麦肯身上 看到了十个人格 不停地转换 湮灭 也明白 现在麦肯的暴力人格 已经全部消除 只剩下了阿红 他沉思良久 宣布延缓执行死刑 先将麦肯送进精神疗养院治疗 画面转过 旅馆中 天也亮了 暴雨也停了 阿红整理了一些情绪和形状 开车重新上路 他按照原本计划 和司机期望的那样 回到老家 买下一座柳橙果园 每天松土施肥 过着悠然自在的田园生活 看似一切都已经尘埃落定 完美结束了 但真的结束了吗 不 一切还没有完结 麦肯坐在押送车上 被阿红主导人格的他 正满脸温柔地 哼唱着乡村小曲 一声不住地回头看他 很欣慰自己这样的治疗成果 然而突然 麦肯痛苦地闭上了眼睛 与此同时的另一边 在他的精神世界中 阿红正在柳橙果园中松土 他挖着挖着 挖到了一块钥匙牌 上面的房间号是1 他心中已经猛的一抬头 发现小男孩 正拿着一把耙子 拧笑着看着自己 原来 旅馆中那个真正危险的人格 是这个从头到尾 一言未发的小男孩 是他在高速公路上 看到后面来车 把手放在玻璃上吸引妈妈注意 让他被撞飞 是他了结了女明星 小金 人犯 又故意站在路中央 引诱眼睛男过去被撞 后来小兰汽车的爆炸 也是他弄的 所有的一切都是他做的 而医生 从来都没有在麦肯体内 发现过这个小男孩的人格 因为这个小男孩 一直很少说话 也狡猾异常 致使医生认为 麦肯只有10个人格 忽略掉了这个最危险的小男孩 小男孩拿着耙子 狠狠地砸向阿红 恶狠狠地骂着 婊子不配拥有第二次机会 与此同时 押送车中 医生察觉了麦肯的异常 拉开铁丝网 关心问道 发生了什么 麦肯突然睁开双眼 眼神凌厉起来 满是杀气地吼道 婊子不配拥有第二次机会 然后一把 用手铐勒住了医生的脖子 此时 镜头拉到车外 高速公路上 押送车斜斜地扎向了道旁停下 影片结束 片名知名ID 又名知名身份 詹姆斯曼·高德指导 上映于2003年 这部电影可以说是 人格分裂类 惊悚电影的里程碑作品了 全篇逻辑缜密 伏笔众多 90分钟内数次反转 每一次反转都出人意料 但又在情理之中 下面惊悚哥 给大家一一分析 深度解读一下 影片中麦肯分裂出来的人格 代表了什么 其中 从时间线上来看 最先死去的是 真正的旅馆老板 大家看完影片也都能明白 其实旅馆老板 就是麦肯肉体的象征 旅馆中发生的一切 是他体内的人格 在争夺控制权 而真正的旅馆老板 便是麦肯的本体人格 在冰箱里冻着的他 象征着麦肯的本体人格 已经彻底死去 就算医生催眠和药物干预 也无法将他唤醒 第一个死去的是 过期的女明星 这位来自上流社会的 过期女明星 沦落到旅馆中 应该代表着出身卑微的麦肯 对于上流社会 曾经有过憧憬 不过现在充满了不屑与仇视 第二个被了结的是 小情侣二人中的小金 小金脾气暴躁 易怒有花心 与小兰经常一言不合 就开始摔东西 大喊大叫 时不时地勾搭 其他靓丽女孩 这应该是象征着 年轻时候的麦肯父亲 麦肯对于父亲的所有印象 应该都源于母亲所讲 他抛弃麦肯的时候 大概就是小金这个年纪 当年他不负责任地 抛弃妻儿离开 拉开了麦肯一生的阴影帷幕 所以小男孩 第二个选择要干掉他 第三个被了结的是犯人 有人说 现实世界中 麦肯犯下的罪行 也有这个人格的参与 但惊悚哥认为不是 这个犯人有些神经质 十分愚蠢又自大 也许映舍的是 麦肯成长过程中 认识的混混朋友 或者是 他在成长过程中 欺辱过他的混混 第四个第五个被了结的 是小男孩的妈妈 和继父眼镜男 大家看过电影 应该能感觉到 影片中对于小男孩 这对父母的形象刻画 十分单薄 惊悚哥认为 这是导音有意而为之 麦肯从小被父亲抛弃 又被母亲虐待 他十分渴望 得到家庭的温暖 所以他分裂出来了 眼镜男这个 有些懦弱 但认真负责的继父 和深爱着自己的妈妈 但因为他 从来都没有体会过 真正温暖的家庭 所以继父和妈妈的形象 十分单薄 甚至妈妈全程 都躺在床上 毫无存在感 第六个被了结了的是 情侣中的小男 从怕小金花心 谎称自己怀孕 想要留住她可以看出 小兰十分缺乏安全感 非常敏感多疑 从激动之下 说出真相 躲进洗手间可以看出 她十分懦弱 遇到事情 第一时间想到的 就是逃避 这映射的应该是 麦肯小时候 童年时期的麦肯 一定是非常缺乏安全感 并且懦弱的 后来 她才渐渐变得冷酷无情 心狠手辣 所以在汽车爆炸中 冷酷无情 心狠手辣的小男孩 从烈焰中走了出来 懦弱 缺乏安全感的小兰 连骨灰都没有了 现实世界中的麦肯 应该也遭受过 类似浴火重生的经历 以上六个人 是小男孩 在旅馆中亲手干掉的 在现实世界中 麦肯也是因为 了结了六个人 被判处死刑 剩下的五个人格中 司机是麦肯的正义人格 麦肯小时候 被妈妈抛弃在 昏暗的汽车旅馆 是警察救她出来的 所以她正义人格 曾经是一名警察 司机善良 正直 冷静 勇敢 她代表了麦肯 所有好的一面 邪恶人格 假警察 是司机人格的对立面 她暴躁易怒 心狠手辣 又狡诈阴险 是麦肯所有 阴暗面的化身 惊悚哥认为 在现实世界中 犯下多重谋杀重罪的 就是她 至于假的旅店 老板人格 她讨厌妓女 又偷窃恶行 其中偷窃恶行 来自于麦肯 曾经因为盗窃 入狱的母亲 她厌恶妓女 又来源于麦肯内心深处 对于母亲的厌恶 但这个憎恨妓女 的人格背后 却为了救妓女阿红而死 这象征着 麦肯内心深处 对于母亲 并非只有彻骨的恨意 最关键的是 从旅馆中活下来的 妓女阿红人格 阿红是一位 希望从良的妓女 她虽然是个骗子 但内心中有善良的一面 想要回乡下 买一座果园 过着悠闲的田园生活 这映射的 便是现实世界中的 麦肯的妈妈 惊悚哥认为 虽然麦肯对母亲 有着刻骨的恨意 但一定有那么一些时候 她是感受过 母亲的温暖的 她对自己所憎恶的母亲 也有着深厚的感情 大概她母亲 也曾经像阿红一样 憧憬着从良后 到乡下国优贤田园的生活 而她何尝也不想 摆脱所有的一切 开启新的人生 所以这里的阿红 代表了希望与宽恕 希望与宽恕 就是救赎 所以最后司机 选择牺牲自己 留下了阿红 并且温柔地对她说 我看到了 你在柳城果园中 幸福快乐地生活着 这一刻 被司机人格主导的麦肯 选择了宽恕 也带给自己希望 得到了救赎 最后留下来的 第11个人格 是小男孩 她一直都沉默寡言 从来没有被心理医生发现 与邪恶人格家警察不同的是 她是麦肯 最原始的心魔 这个心魔对母亲 有着最强烈的恨意 其他的人格 都是在这个心魔的基础上衍生的 最后结局 心理医生治疗的失败 便在于 没有除掉这个 最原始的心魔 其实在影片的后半部分 旅馆中发生的一切 都暗示着 麦肯开始在光明与黑暗中 苦苦挣扎 左右最后关键的结果是 她能否自我化解心魔 会不会宽恕那个 带给自己生命和痛苦的母亲 从此放下仇恨 开启新的人生 司机人格 选择让妓女阿红留了下来 让代表希望的她 回到乡下 开启新的生活 从此云淡风轻 无关善恶 与此同时 现实生活中的麦肯 在那时 也得到了重新做人的机会 但心魔仍在 曾经深入骨髓的伤害和阴影 又怎能被轻易抹去 于是小男孩 从千里之外追到了果园中 干掉了阿红 并且怒吼着 婊子不配拥有第二次机会 就这样 希望被扼杀了 心魔彻底控制了麦肯 现实世界中 最后了结了医生的麦肯 或许被压车预警 当场击毙 也或许从此亡命天涯 再通往地狱的路上狂奔 好了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这是惊悚哥制作的 最长的一期视频了 能看完的都是真爱哦 留个言 让惊悚哥看看 你们都是谁吧 谢谢你们一如既往的支持 咱们下期再见